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停办多年的自强国中班级音乐比赛 2月3号下午举行 由校内八年级生带来平时音乐课的练习成果 而校长刘尚明表示 期盼每位孩子能够在音乐上获得陶冶 也透过彼此的学习合作 凝聚班级响行李 体验在舞台上的机会 借由多元学习来传达校内多元实行发展的教育目标 受新冠肺炎影响 而停办多年的自强国中班级音乐比赛 23日下午在体育馆举行 由校内八年级生超过百位同学 展现平时音乐课的直笛练习成果 带来有轻快也有缓慢的乐曲展现 台下三位评审、校长和导师同学们 都聚会神聆听台上直笛吹奏 展现校内多元学习的实性发展教育目标 在这个数据的那个决定的时候 那就会影响到那个规范 然后他的方法就接受这个影响到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整齐的问题 那就是你没有整齐 后面很多东西都不用收音 因为你很多东西都错开了 那很多声音它是好听的合声 当我们错开之后 在不同的位置 错开我们的合声听着就是不舒服的 是睽違四年 我们疫情之后第一次办理的直笛比赛 那同学们在音乐课练习的成果 都能够在舞台上来展现 那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除了我们校内有直笛队之外 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孩子在音乐方面的讨仰 都能够在学习课程中来跟同学们一起合作来做演出 那除了邻居班级的这个向心力之外 也让同学体验一下在舞台上表演的一个感受 那我们学校除了体育班之外 科学教育自由班也在义务方面也非常鼓励孩子们多元的来尝试学习 那除了有直笛管乐之外也有戏剧社长 那这样多元的发展也希望获运我们学校多元适性的一个发展 尽管只有一堂课的时间 一首不到五分钟的曲目 每位同学在指挥和钢琴伴奏协助下 竭尽发挥平时学习成果 最后选出前三名得奖班级 第一名由八年三班获得 同时选出最佳指挥 八年二班的吴佩勋 最佳伴奏 八年三班的季佑安 和八年六班的金廷威 记者长方院华女士报导